今天是5月3號 我今天要來參加一場 傑安特最新發表的TCR試乘會 然後其實我前幾場剛好都有事情 所以就沒有辦法來參加 終於預約到最後一場 然後今天這場是在桃園的橫山書法公園 那我們就去報到吧 GOGO 好 謝謝 好 這車重其實跟我自己那台車差不多耶 而且還是疊盤的 應該八九公斤 就帶這個好了 看起來很帥 今天除了啊 TCR的車子改款以外 在你們現在的車子上面 它還有三個新產品 我們現在突發四城 現在要肉型 應該是這個蘇法公園兩圈吧 然後讓大家體驗一下 現在來感受一下它的變速 因為它是電電 超輕耶 一按就很有感 第二個感覺是它真的是 前叉的剛性其實穩定蠻多的 在騎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 就是你的整個控制上我覺得都很滑順 它的疊色在自動上我覺得也感覺很直接 大家就是紮得超緊 變速來講就跟剛剛一樣 我覺得就是電變很順 它在SLR的這個輪組新的設計 我覺得它寬胎變寬了 就是 它整個騎乘的這個寬胎是很大的 我覺得它整體慣性是非常好的 所以騎起來是非常舒服 我們來試試看它握下巴 因為它說下巴有個改款 它的握把是這種 握起來比較好握 因為它是 刀柄式的吧 應該這樣講 等一下來試試看 但我覺得它整個前叉超穩耶 在騎的時候整個 完全不會晃 寬胎也很寬 自動的很好 它整個在上坡抽車也很順 這才的感覺 蠻順的 它的慣性很好 而且很穩 然後再來就是它坐墊的感覺 它坐墊剛剛有講到 它其實在後面有加寬 然後前面的長度 其實也有變短 所以坐起來 就會感覺你的握音部沒有那麼頂 就是還蠻舒適的 然後它的重心又可以落在比較接近 是在屁股坐骨的上方 我覺得坐起來其實比我現在在用的那個椅墊好做 蠻不錯的 這上坡好長 這換到最新檔 太熱了 還好今天桃園風蠻大的 一夜完畢 總結來講真的很好騎耶 這台車真的是很順 謝謝 就是這個踏板 我剛剛坐的時候感覺可以把重量很平均壓在上面 然後前面又比較短嘴 所以坐起來其實蠻舒服的 重點是超輕的 220克 坐起來真的蠻舒適的 不會感覺到屁股很痛 這是剛剛騎的SLR 聽說是最新研發的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真的是 非常好騎耶 然後轉彎 剛的過彎其實它的鋼線很高 所以你就整個很穩也不會軟掉的感覺 重點是它的力量踩踏 我覺得真的是蠻直接 就是你馬上踩出來 馬上力量就可以上來 真的是非常有感 好啦那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我來體驗TCR的試乘過程 我覺得整體來說 它的車子性能真的提升非常多 我覺得非常有感 但說真的這價位也是不便宜 整體來講我覺得也非常值得 如果你目前有車子 然後想提升性能 或許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我是你的交流隊 我們下集見 掰掰